北约准备在北欧举行最大军演 威慑俄罗斯美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 该国军方与欧洲11个国家 昔日在奥斯陆会议上讨论了遏制俄罗斯计划 据俄方消息 2018年10月至11月 在挪威境内 北大西洋将举行自2002年 以来规模最大的北约军事演习 届时将出动约4万人 150架飞机和70艘舰艇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 美国大酋长刚刚宣布 将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 我们已经对500亿美元的中国科技产品加征重税 现在我们再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重税 接着我们已经准备好 再列出总金额2670亿美元的商品清单 并在短期内下达加征重税的通知 中俄盟三国最大军演即将拉开帷幕 尽管人们对美国大酋长的行为褒贬不一 但大多数人军认为 美国同时与中俄未敌 应该是最大的战略错误 在军事上 美国主要对准的是俄罗斯 从连番的军事演习到步步 比进了美军部署 F22战机 俄亥及巡航导弹和潜艇 陆基轴斯顿法导系统 和动力航母等 军已在俄家门口找到了驻扎的 更让俄罗斯感到严峻的是 以前的那些小兄弟那些东欧的小国家 正在纷纷加入北约 如果美军逐步进入这些国家 那么将反过来开始对俄罗斯构成了威胁 下个月的北约11国军演 就显示出这种苗头 北约最大军演当然是建制俄 罗斯不知美国的战略算盘 打得是不是太精了 在与俄罗斯军事未敌的同时 又瞄准中国在经济上与之较劲 当然这个中美经贸较量 一点也不比军事竞争逊色多少 从3月初的500亿美元 加码到9月份的2000亿美元 现在大球长又喊出了2670亿美元的口号 似乎不把中美贸易额归零 这场战争就没有结尾 但中国似乎打得是太极拳 并不跟美国在一个节奏上 可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从对等的500亿美元到数量与质量结合型的600亿美元 接下来不知中国怎么出牌 但从形势来看 肯定又会是一个结合型回应 中美经济上已经有了对撞的趋势很明显 美国这样与中俄同时为敌 就无意之间促成了两者的抱团取暖 就在最近三场大演习已然在中俄间展开 而规模最大的东方舰2018军演将有30万名军人 3.6万辆坦克 80艘海军舰船 以及超过1000架飞机参加 中国将派出3500人 900多台各型武器装备 6架固定义飞机与24架直升机参与本次行列 成建制的一个旅集规模的解放军参演 这显示了中俄坚想当程度的战略互信 外媒猜测 正是美国的巨大战略失误 让中俄两个原本存在猜疑的邻国 不得不尽力消除分歧 最终结为可信的全天候战略伙伴 中俄联手这个世界就不难搞定分析认为 美国习以为常的惯性思维 总认为中俄两国绝对不会走到一起 可现实是中俄两大邻国正在文化交流 经济 军事 能源和战略融合方面越走越近 彼此正因为信任而相处得越来越亲密 如今 中国派出最精锐的军队装备 与俄罗斯军人一起进行对抗 另一个假想对手的演习 这已经明白无误地发出了再清晰不过的信号 可以说 对于应该如何重新安排未来世界的秩序 中俄日益拥有相同的看法 如今大酋长正在与全世界开私 抓住这一良机的中俄两国尽管也许 永远成不了坚定的盟友 但他们的联手对于美国来说绝对不是好消息 均凭陈光文撰于2018年9月9日 感谢了